你第一次坐我的车 不算吧 我们已经上路四年了 那一路走来有什么感觉呢 非常充实 也充满挑战 说实在的真的是很不容易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你感觉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比我想象的更快坏 尤其是你看他的鸭屏 看起来很坏 你跟他这样忘记 不过我那是为了国家安全 改派的时候 我还是要改派 因为修好台湾的民主 这是最重要的 外面好像风筋头 有感觉到 但我没什么感觉 你开车开车很稳 因为有你在旁边帮我看 让我能够放心开 还是你比较担心 风大把中分吹歪了 我就说没那么中分 重新调整路段计算中 导航有问题 我们还是继续救走 然后我们接快速道路 副手这个位置还是真的很重要 不能随便用臭的 也许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们理念是一样的 你挑护手 眼光真好 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拒绝你的赞美 我问你 如果我少了一边的耳朵 会怎么样呢 你会听不清楚 那如果我另外一个耳朵也不见了呢 那你会失去声音的方向性 而且你说音的范围也会变小 而且我还会看不到 因为我戴眼镜 这是一个冷笑话 不过寓意深远 我想到国会没过半 结果造成空转 没有办法前进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正在努力 掩揽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 这样很好 让更多的人才进来 国会必须过半 国家才能够走在对的路上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好 加油 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哦 有它在 没问题 交给我们 你的阳光不错哦 跟你学的 好吧 出发吧 台湾的海岸线好美 你有去环岛过吗 应该所有乡镇都去过了 只是没有连起来 台湾人很幸福 随时可以出发 去海边 去山上 去湿地 去海港 通通都可以 你想怎么走 OK 我们走民主路 民主路一直走 那我们同一路的哦 你确定 你选冒一只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我还是选狗 民主社会就是 可以容纳多元嘛 出去一趟就会知道 台湾真的走在世界很前面 没有和平和民主 就不是台湾了啦 这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我很珍惜台湾的一切 我愿意用生命来守护 我 Rogers 寻门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